祝福 现在主我们位置在前面 每一个人想来祷告 他们要成为最美好的父母 因为你已经将那生养的恩典 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让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孩子 就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他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感恩 他们来到你的面前 为这个孩子献上感恩 谢谢你 主要将这个福分赐予他们 主要医治他们每一个人 谢谢你 主奉主耶稣 祝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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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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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带着疾病 我们还没有为你祷告 你希望我为你祷告 你希望经历神迹 就从这位上面起立 好不好 就从这位上面起立 我们会为你来祷告 来旁边的人那边过去 为他们按手 如果你需要有人为你按手 就举着手 有人为你按手 就把手放下来 好不好 在后面呢 看台区需要有人过去 好不好 我看台区那边有一个小蓝色 日本人的女生 必须过去为他按手 对 就对 这就是我们的新年 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的 新语要九号十号都要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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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耶稣 有一些人他们痛了好久 他们已经开始相信 他们要一辈子跟这疼痛 磨在一起了 主耶稣 我倒过那个疼痛 现在就要消失 父女的疾病上 你现在来医治 所以说耳鸣的 有人耳鸣 已经好久了 现在你就把手赶快按在你耳朵上面 上帝我封面的名 现在医治那一个耳鸣的问题 主耶稣就求你来医治 医治 right now 让他们的耳朵 要得到医治 那一个非纹针的 上帝你现在医治 非纹针 把手按在你眼睛上面 非纹针的主耶稣 你现在医治那一个非纹针 现在就要医治 现在就要医治 气喘的办法 我现在按在你的气管上面 奉耶稣基督的主耶稣 我祷告那个气喘 现在再也不要回来了 在天气正在变冷的时候 奉耶稣基督的名不再气喘了 那些过敏的地方 上帝他们不再过敏了 上帝啊 那一个腰痛 腰已经痛了很久了 奉耶稣基督的名 就医治他的腰 那压迫到的神迹 那些那个脊椎的地方 现在强迫来医治 谢谢耶稣 耶稣恩典给我们用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等一下 我们中间有皮肤病的把手举起来 有皮肤病的把手举起来 举着手 举着手 一只手按着你的胸口 一只手向上帝举起来 方主的名施责 各样各样的险要离开他 各样的异味性皮肤炎要离开他 耶稣的保险够用 上帝啊 谢谢你赞美你 乃曼的恩典要领到他们 乃曼的恩典要领到他们 大麻风都可以得医治 上帝啊 搅扰我弟兄姐妹 让他晚上睡眠非常不好的 所有的皮肤病 今天要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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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供祝你宣告 宣告今天晚上他睡得非常的好 一点都不会觉得 那个皮肤烧痒的现象 一点都不会有 那皮肤烧痒的现象 恩典要领到他的身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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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接下来我很高兴有这一个的见证 我们请俊瑶来这边分享 好不好 来来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是2601的小组长王俊瑶 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 可以来这边为他做见证 我想今天在疫情当中 有很多的公司 普遍性都受到影响 那当然公司的营收 也都被受打击 可是我们小组呢 有一位弟兄 上帝却带领他逆风高飞 阿贝 他是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 他对员工非常的慷慨 他甚至还帮他 其中一位员工想要买车 他就帮他付了头期款 他也常常凭着信心大方的奉献 所以上帝就让他从年初到年中 让他有接不完的案子 从台北到高雄 一直被钱追着跑 感谢主我们的神 也是医治的神 在今年的五月下旬 我们小组有一位姐妹 因为意外导致她的脚踝骨折 原本医生评估要 最快要一个月才能够行走 可是经过小组一起祷告之后 在两个礼拜后 突然有一次的祷告会 就看到他小跑步的 跑到会堂里面来 感谢主 复原的速度远远超过 医生专业的判断 我们的神也是耶和华以乐的神 祂必为我们预备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 现在我跟我的妻子 一起在运作一个协会 我们协会主要服侍的对象 是学龄前的孩子 就是零到六岁的孩子 那今年五月呢 我们遭遇了一场风暴 原本以为我们的工作 就是这个协会的运作 已经无路可走 可是神却为我们 开了一条新路 让我们从协会 现在变成一个幼儿园的运作模式 神带领我们走上这条新路 虽然现在还在过程当中 但我们看见 有许多的资源 不断地加添进来 就像罗马书第八章提到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天上地下 所有一切都是神的 而且他乐意调度各样的资源 来为神的儿女效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 感谢主 愿一切荣耀都会给他 因为 其实俊阳 俊阳俊阳 其实在你们的工作上面 在 我记得在五月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辛苦 我记得那时候 跟一平看到他在那里 但是你们每一个祷告会 每一次的祷告会 我都还是会看着你们来带着孩子 一起来这一天的祷告 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我说真的 那时候真的上帝 是你们唯一的吗 因为当你们讲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办法找出答案 因为不管是法律 政府 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所以到现在 看起来这个的问题 已经被解决了 神其实很奇妙 就是在今年五月 我们发现 我们过去所知道的 我们的经验 包括我们去询问过很多的人 都找不到解法 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上帝在去年 就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 就是去年呢 透过中央 已经有立了一个新法 这是一个很新的法案 甚至包括很多的 地方政府都还不知道 这个法案的细节 那神让我们走上这条路 所以我们现在 正努力地往这个方向走 如果可以顺利的话 我们有可能成为 台湾的第二家 通过来 因为这个法案通过了幼儿园 感谢主 因为你们家真的很特别 因为我看到 不管是在你们公众上面的祷告 还有孩子上面的祷告 记得当时候 你的女儿在那边迫切 就是她的女儿迫切了 为她的妹妹 你说希望是妹妹 然后就成为了一个妹妹 然后希望是哪一天生 然后真的这样子祷告 然后就最后是哪一天生 我觉得从小 你就带着你的孩子 在这边经历上 你们经历 孩子经历 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多的恩典 因为谢谢你的建成 在这边鼓励了我们 Amen 为着你工作来祷告 你的工作上面 有预计到极大困难的 极大难处的 你自己想不到该怎么办的 今天上帝要成为你的力量 所以如果是工作上面有这个样子 有极大困难的 到前面来 我为你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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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了 阿妹 等一下 就是为了开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丰主的名主啊 让他们在工作当中要来经历你 主啊 在这些的状况困难当中 主啊 正式经历你的时刻 主啊 正式为你做见证的时刻 上帝求你兼顾他们的信心 因为主 你与他们同在 主啊 你与他们同在 他们有的人现在觉得好像在死因幽谷 好像在敌人面前 但上帝 死因幽谷里面有你同行 敌人面前你为他们摆设宴席 丰主的名主啊 兼顾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知道前面有路可以走 前面有路可以走 所以主啊 我们为他们祷告 主啊 前面为他们预备好的机会 主啊 为他们预备合适的人来帮助他们 主啊 在年底的时候让他们领一个 美好的圣诞礼物回去 丰主们祝福 机会要速速地来到 主啊 问题要快快地解决 上帝要我们祷告你介入在当中 主啊 有一些你已经在介入的 丰主的名 主啊 你再介入多一点 你完全地来掌权 谢谢主 祷告奉合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祝福 祝福 阿们 阿们 祝福 阿们 阿们 祝福 阿们 祝福 阿们 阿们 祝福 阿们 祝福 阿们 今天还有一个见证 还有一个见证 我想要请顺凯来自边跟我们分享 好不好 来顺凯来帮我 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我是四十三小组的顺卡 很感谢上帝可以让我在这边诉说他的作文 其实我常问上帝 为什么让我爸爸经历这种早事 又让我们家经历这么多苦难 其实我妹妹为了得到一个小孩 受到极大的压力还有折磨 过程中经历了中西医问诊 求神苦瓜 人工受孕 其实家里有那种 有那种没有把生育就知道 其实真的是很煎熬 最后终于在今年初 买了六个月的生育 但是不幸的又检查出 他又有问题 必须要把他拿掉 最后还失败 那时候家里的气氛跌到了谷底 从欣喜到绝望 然而在今年八月 我高龄八十六岁的奶奶 被诊断出大肠癌 同时也被诊断出乳癌 必须经历一连串的大手续 那时候我们全家族没有人相信 我奶奶可以顺利的出院 而面对这种生命的即将结束 其实可以看到我奶奶的表情 是充满着害怕跟无助 其实这时候基督徒应该是要帮我奶奶祷告 但是因为我担心我的信仰 会让历代拜道教的家族起纠纷 起纷争 再加上我奶奶已经八十六岁 我觉得应该很难 他应该很难接受其他信仰 但是所以我就选择了沉默 但是我身边的弟兄 他用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 而且告诉我要钢墙壮胆 以及小主们 弟兄姐妹常常帮我带导 而且时常的鼓励我 最终我就提起勇气 在我奶奶病从旁边为要祷告 上帝随听了我的祷告 我奶奶被上帝大大的触摸 脸上也出现了许久不见的笑 哇 最后居然能顺利的出现了 哇 而且 而且甚至让长期过床 已经好几个月了的奶奶 在不用人参扶的情况下 还可以自己站起来行走 而且还有就是在疫情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还找到外籍的看顾 而且还让他自己都做到 认为自己都做不到事 就是他可以下田种菜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祷告说 他可以下田种菜的时候 他自己都笑 他都成客 对 结果真的 真的就是 然后我妹妹在旁边 他也亲眼见证我奶奶这一切的过程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妹妹的电话 她告诉我 她很虔诚地告诉 告诉上帝说 她很希望有一个孩子 然后上帝也真的垂听了她的祷告 在这么多年来 一直很渴慕有孩子的她终于怀孕了 哇 上帝医治我得癌症奶奶 而且让八十六岁的奶奶幸福 而且让上帝赐给我妹妹孩子 而且还顺利的买到盼了很久的房子 然后后来 我妹妹跟我妈妈在第一次来到教会参加礼拜的时候 他们就被张茂松牧师讲到所感动 而当场就觉知 而且熟悉 感谢教会十四三小组的全组员还有小组长 以及每个在教会的书名长辈 在我软座的时候 也要